當川普在台上說出美國將在火星上插上國旗時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川普的演說風格一向都是大膽的承諾配上與不驚人死不休的宣告 但是這次他的目標只值宇宙深處 這不只是一句政治口號 更展現他對美國太空的野心 這意味著美國要重啟太空夢了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 鏡頭捕捉到了SpaceX創辦人馬斯克坐在台下 揮舞雙手竖起大拇指的瞬間 這個畫面可說是耐人尋味 馬斯克一直都是美國太空探索的代言人 他不只是夢想著人類有朝一日可以殖民火星 還希望能將跨星際生活變成現實 去年他就高調宣布 SpaceX計畫在兩年內發射舞騷SpaceX星艦 執行探索火星的任務 川普的宣言和馬斯克的願景不謀而合 彷彿是全球最有錢跟最有權力的人聯手要來幹這件大事 繼上次電動車之後兩狂再度聯手了 這也讓市場對太空科技的信心瞬間爆棚 Redwire因此單日股價飆升超過51% 居然還預估2025年營收渴望翻倍 既然太空在起 相關的公司肯定有很多 那為何名不見金賺的Redwire瞬間殺出一條鞋路成為標股 這家公司到底是什麼來頭 未來展望又如何 也請慢慢地看到後面 這集影片也將會為您整理台股中的相關太空概念股 讓您加到自選清單裡 長期追蹤 大家好 我是麥門 這裡是分享如何投資全球各大股市 不盯盤 不短充 只賺大波段的頻道 Redwire是什麼公司 Redwire的故事要從2014年開始說起 這家公司的總部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傑克遜維爾 一個陽光明媚 充滿創新氛圍的城市 Redwire專注發展太空科技 簡單來說 他們的核心使命就是為太空探索提供必要的設備和技術 如果我們把太空探索比喻成一次遠征 那麼Redwire就像是一位優秀的工匠 負責設計和打造所有需要的工具 設備和基礎設施 確保每一次太空任務都能順利完成 而且Redwire的產品已經被廣泛應用在各種太空任務 無論是商業航天 科學研究 還是國防應用 他們的技術涵蓋範圍之廣 幾乎可以說是太空科技你想得到的全都包了 那麼 Redwire的技術到底有多厲害 我們具體來看幾個例子 首先 我們來看太陽能板 大家都知道 太空船無法像我們的手機一樣插在插座充電 那能源會從哪裡來 Redwire的太陽能板就是解法 他們能在太空中高效捕捉陽光 轉化未穩定的電力 為太空船提供動力 比如在NASA的月球探索計畫 阿提米斯計畫中 Redwire提供的太陽能板就是整個任務的核心之一 沒有它 太空船可能連基礎的能源供應都無法完成 接著是導航系統 當太空船再看不到鏡頭 沒有畫車到限翰提供陸標的宇宙中航行時 他怎麼知道自己正在哪個位置 接下來該往哪裡走 這時 Redwire的導航技術就派上用場了 他們的導航系統像是一個超高精度的GPS 能夠在距離地球幾十萬公里 甚至更遠的地方 幫助太空船找到正確的方向 抵達目標位置 再來是低軌衛星 這名字你一定常常聽到 這是近年來很夯的一項技術 想像一下 這些衛星飛行的高度距離地球表面不到2000公里 比傳統的通訊衛星更接近地球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低軌衛星反應更快 傳輸延遲更低 非常適合用於高速互聯網 氣象觀測 甚至軍事用途 而Redwire在這方面的技術 已經被多個國家採用 尤其是在數據收集和即時通訊領域 有相當大的競爭優勢 Redwire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領域 那就是科學設備 你有沒有想過 科學家們在太空中會做些什麼實驗 比方說 他們可能會研究如何在太空中種植農作物 要如何改善大氣的成分比例 好像人類適合居住 畢竟人沒有足夠的氧氣 不用兩分鐘就死了 還有每個星球的重力都不一樣 重力會直接影響人體的健康 而Redwire提供的科學裝置 正是這些研究的重要基礎 他們的設備能在太空中模擬 不同的環境條件 讓科學家們可以進行高精度的實驗 說到這裡 你知道Redwire對各種太空任務來說 有多重要了吧 不管是能源供應 導航技術 數據收集 還是實驗設備 他們的產品都站在舉足輕重的位置 那Redwire的客戶有誰呢? 最主要的客戶你一定聽過 就是NASA NASA就是最會燒錢給外包公司賺的一個單位 所以沒錯 Redwire是NASA的長期合作夥伴 表示NASA很有可能長期把錢燒Redwire去賺 而且不是只有NASA 他們的產品還被美國國防部 和其他國際機構採用 這樣的客戶名單 你知道這家公司來頭不小了吧 剛剛我們了解了 Redwire作為一個太空科技巨頭的背景和技術實力 那麼接下來 我們要深入探討這家公司近期的重大世界 Redwire是資9.25億美元併購 一家無人機技術公司EdgeDummy 這項併購不但改變了Redwire的業務版圖 更可能改寫太空和國防科技領域的未來 EdgeDummy是什麼公司 值得Redwire投入這麼大的資金呢? EdgeDummy的專長在於設計 和製造用於國防的高階無人機技術 你可能會問了 現在無人機世界各國多的是 會生產製造還會研發的公司 Redwire為什麼偏偏選中EdgeDummy 答案就在於這家公司有三大核心優勢 第一 他們的無人機具備長城和高續航的特性 一般的無人機可能連一小時都撐不了 但EdgeDummy的無人機 可以在空中飛行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 如果你各位有買過無人機攝影機來玩過 就會很清楚無人機就玩意如果續航力很低 那根本就只算是會飛的玩具 實際帶來的效益就很低了 誰希望買來的攝影機飛十分鐘就沒電了 是吧 所以續航力這對於軍是漢國防用途來說至關重要 你思考一下如果今天要執行邊境巡邏 戰場偵查或是進行搜索救援 有可能出去飛一個小時就結束嗎 超過時數根本是常態 而EdgeDummy的無人機此時就可以輕鬆勝任 第二 因應不同情況的設計 EdgeDummy的無人機並不只有一種形式 他們有定義無人機 也有可以垂直起這樣的混合式無人機 可以因應狀況做選擇 在野外開闊地區進行偵查 或者在狹小空間內起這樣作業 甚至能夠快速切換任務模式 提供更高的操作靈活性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手上我有不少大客戶 EdgeDummy的客戶名單就像NBA或MLB的明星隊一樣 包括美國陸軍 海軍陸戰隊 甚至是國土安全部 除此之外 還有來自其他國家的大客戶 像北約成員國的政府機構和企業 換句話說 EdgeDummy已經有非常穩定的收入來源 而且在國際市場上是很有競爭力的 這項總計9.25億美元的併購案 Redwire會以1.5億美元的現金 和7.75億美元的股票來完成交易 預計在2025年第二季度正式完成併購 這種做法代表Redwire的財務操作是很靈活的 但Redwire為什麼要進軍無人機市場 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先思考一下全球的宏觀趨勢 這幾年來 地緣政治局勢越來越緊張 國防和軍事科技的需求持續成長 從烏克蘭戰爭到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演習 無人機的應用場景越來越多 市場需求也越來越旺盛 Redwire的併購正是為了抓住這個機會 他們計劃將原本太空科技領域的專業技術 和EdgeDummy的無人機技術結合 打造一個從地面到太空的全域指揮網 什麼意思呢? 想像一下未來的戰場 地面的無人機和太空中的衛星可以無縫協作 即時地傳輸數據 監控戰場 甚至是精準攻擊敵人 你覺得這樣的技術猛不猛 對國防領域重不重要 而且不是只能應用在戰場上 還有可能應用在災害應變和物流運輸 這次併購還可以幫Redwire分散風險 原本他們的業務主要集中在太空科技 當無人機業務加入之後 他們的收入結構會變得更多元 公司自己就有預測 完成併購後 Redwire的年營收將增加到5.35億到6.05億美元 其中約一半來自國防領域 另一半來自太空商業和民用市場 這樣雙管旗下的模式 想必會讓Redwire的未來更穩健 當然 這次併購也不是完全沒有風險 巨額的投資還有市場上的競爭者 好比SpaceX和其他國防城包商 也不會做事不管 但高風險帶來高回報 Redwire正在從一家專注於太空科技的公司 進化成一個橫跨太空和國防科技的巨頭 而這樣的佈局會為投資者帶來什麼機會 在討論這個問題前 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曾經覺得 股市要思考的問題真的好多 雖然看我們的影片可以得到不同格局的啟發 但實際下單又是另外一回事 散戶之所以沒能穩定獲利 說到底還是因為交易心太不健康 大多頻感覺憑一股不認輸衝鏡 而沒有依照固定的鏡出場邏輯 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們現在使用超直覺波段軟體 來協助我們在盤中更順暢的思考 如果不會看草碼 不會看背離 不會看撐壓 不會看強弱 無法分辨哪裡可能是高點或低點 常常追在高點砍在低點 就讓軟體給你提示 不用綁在電腦前面 電腦 平板 手機各種裝置都隨時打開來使用 新年超優惠活動 有專屬的群組討論 活動限時又限名額 可以在資訊欄裡找到小幫手 搶先考位哦 太空科技的未來展望 先從一個大方向來看 Redwire的未來被兩個快速增長的產業驅動 太空科技和國防科技 這兩個領域的共同點是 他們不僅在商業市場有巨大的潛力 在政策推動和國際需求的加持下 也成為了政府高度關注的焦點 隨著全球地緣政治局勢持續緊張 像Redwire這樣橫跨太空與國防科技的公司 正處於另一個時代的開端 但川普在就直言說提到的火星夢 是整個太空科技產業的催化劑 不是只有針對Redwire這家公司 所以以下我們來簡單介紹 還有哪些公司是你必須認識的 首先第一家是SpaceX 當然提到太空科技 那個男人馬斯克的SpaceX 絕對是無法忽視的存在 從SpaceX星艦到全球矚目的星鏈計畫 SpaceX不只重新定義了火箭的成本結構 還讓衛星網路變得更加普及 馬斯克的目標很明確 讓人類可以移居火星 並建立跨星際的生活模式 雖然這個目標很狂 狂得很符合馬斯克的性格 但就因為是馬斯克 所以吸引了無數投資者 第二家是Rugged Lab 和SpaceX主攻大型火箭不同 Rugged Lab主打的是小型火箭 和中小型衛星的發射服務 他們的電子耗運載火箭雖然小 但已經幫許多客戶成功將為星送入軌道 是低成本的代名詞 隨著全球對低軌衛星的需求增加 Rugged Lab的市場潛力也水漲船高 第三家是藍色起源 這家名字你可能沒聽過 但你肯定聽過它的創辦人 因為藍色起源就是亞馬遜的創辦人 貝佐斯創立的 你想想世界前三富有的人 都爭相想要在太空領域插起卡位 你覺得未來我們跟著布局這條路 還會錯嗎? 而藍色起源這家公司主攻 可重複使用的火箭技術 他們最近成功測試了星格倫Nugan火箭 這對藍色起源來說是重要的里程碑 貝佐斯與馬斯克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在我們當時刮群眾的同時 這樣的競爭也推動了整個太空行業的技術突破 剛剛都在提國外的巨頭 不過你知道嗎 除了國際巨頭 台灣的公司其實也頗有實力 只是他們比較低調 尤其是在低軌、衛星和太空設備製造方面 台灣的一些公司也正在崛起 我們就舉一些例子 第一家是華通 華通是SpaceX星鏈計劃的主要PCB供應商 隨著星鏈計劃的快速推進 華通的出貨量不斷增加 尤其是在低軌、衛星與軟板兩大業務的需求時需攀升 再加上他們原本在HDI高密度連接的強勢表現 讓華通成為台灣重要的太空概念股 第二家是星科 是星科以純美國製造的形象成功打入SpaceX的供應鏈 他們專注在衛星通訊產品的製造 他們提供從PCB到PCBA印刷電路板組裝的完整解決方案 穩定出貨並持續擴大產能 這樣的策略讓是星科在美國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第三家是台洋 台洋在衛星領域深耕超過30年 特別是在高軌衛星收發器的市場上有不錯的成績 他們已經出貨超過百萬套的衛星收發器 並開始積極布局低軌衛星相關的產品線 隨著太空產業的爆發 台洋的累積多年的技術終於可以開始發揮了 雖然太空似乎對大多台灣人比較遙遠 但身為一個投資者 你也需要不斷累積的實力 平常多分析不同產業 多思考這個產業及相關公司 產業鏈之間的關係 你才先一步找到別人還沒發現的投資機會 好了 以上就是Redware和太空產業的介紹 如果你對於某個經濟議題 投資商品 人物故事或產業有興趣 都歡迎留言給我們 我們將會為大家整理出重要資訊 連帶融入基本面 從滿面跟技術分析 一起來挖掘具有長期 波段潛力的投資標的 當你希望在你達到財富自由時 身邊的人和你一起去游三碗水 別忘了把影片分享給他 一起往財富自由賣進 這樣你自由且不孤單 辛苦可以一陣子 而不該是一輩子 布丁盤不短充 只做趨勢盤 這是我的理念 我是麥門 我們下次見